邻居可爱小朋友慌张跑来问我 他的四只鸡母虫养了一年 变成四种奇怪样子 是不是被甲虫店老板骗了 我去看了看 不禁摇了摇头 小朋友都快哭了 我只好把这些奇怪东西都带回来 同时送他两只独角仙 小朋友终于开心地笑了 也希望他能继续开心养甲虫 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小朋友究竟遇到了什么 这和扭来扭去的东西 非常奇怪 应该是鸡母虫变的 专长就是原地扭屁股 丑到爆 看起来很容易屎翘翘 赶紧盖上盒子收起来 真是奇怪的东西 第二盒呢 就更奇怪了 跟甲虫有87%相 但是头跟大家子 却折在身体下面 翅膀也炸出来 颜色白白的更是奇怪 该不会是在修炼神功一金金吧 练功最怕走火入魔 赶紧盖上盒子收起来 千万不要晃动 真是奇怪的东西 第三盒看起来就是甲虫的样子 头跟大家子都已经抬起来 样子挺正常的 但是颜色不对啊 正常的甲虫应该是黑色的吧 这只橘红色摸起来软软的 该不会是火气太大吧 真是奇怪的东西 赶紧盖上盒子收起来 不要打扰 看能不能退退火 最后这盒呢 就更奇怪了 这里面塞了一堆保湿水苔 有一头甲虫躲在里面睡觉 就懒洋洋的样子 我猜还要睡两个月吧 看 畏畏缩缩的 一点都不帅 训报 赶紧把盒盖上 在他睡醒前 我都不想看到他 真是奇怪的东西 好了 这几盒我就勉强地收下来 我再拿两只独角仙 去跟小朋友多换一些回来 毕竟 小朋友能开心 是最重要的 我再拿着 我再拿个到